股市在变 专业在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陆盈 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师薛小姐 为大家分析今天的A股走势 薛小姐你好 陆盈你好 好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A股的大体表现 经约互生两世震荡回落 创业板出现了一个缓跌的走势 那么涨幅仅有细微的一个收窄 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呢 人工智能 刺心股 苹果概念 都具于板块涨幅榜的前三 太白粉 油改以及保险 都具于板块跌幅榜的前三了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呢 上证指数涨15点 报在3233点 深圳城值涨125点 报在10522点 忽生300涨18点 报在3446点 创业板只涨34点 报在1962点 那么薛小姐您对今天A股的后市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看到今天三大股指呢 在早盘其实是开盘的时候 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情况是不一的 但是就全天的一个整体来看呢 三大股指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一个氛围 那么都是有一个相对来说 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了 那么截止修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互生两世的合共成交量是4789.2亿元 那么创业板方面呢也是创下了新高 那么今天是突破了是达到了912亿元 这个成交水平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市场就戏撑啊 也说两会呢是带动了很多的一些热点的板块和个股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炒作的空间 所以就是出现了一个两会之后的一个买买买的局面 所以说其实看到今天创业板方面也是创下新高 其实也是受到两会的一个推动 那么我们看到两会其实也是在开的时候提到过 说关于创业板和新三板方面 也是要进行一个不断的改善和调整 所以说其实创业板 尤其是创业板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呢 今天整体一个走势也是在不断的向好运行的 那么也是在未来可以去对他给予一个更多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简单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 今天板块方面呢 比较集中的一些热点板块 主要是集中在电子制造 还有人工智能 那么另外今天家电板块 其实在早盘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异动了 那我们可以简单来多看一下 首先是电子制造方面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电子制造是领涨大盘的 盘面上来说 漫步者 东山精密 信微通信和蓝色科技等的涨幅 都是超过了5%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在今天工信部发布的数据中 2016年呢 全国规模以上的一个电子信息的一个制造业增加值 它是达到了10% 虽然说增速的这个回 增速呢 是比去年来说回落了一个0.5%的百分点 但是我们考虑到去年全年的一个全部的规模以上增加值 它的一个速度仅有4% 那么电子制造这一块10%呢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工智能板块了 那人工智能板块 尤其是它带动的机器人板块 今天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的 包括科大智能 还有包括赛维智能 就是今天就是涨频了 那么另外还有机器人和雷波科技等 都有超过5%的涨幅 那么提到这个人工智能呢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是在今年两会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首次是在两会上被提及 因为之前都没有涉及到这个新的概念的 那么在2017年的一个重点工作任务方面呢 也是提出要加快以人工智能 还有新材料等其他为首的一些重点的产业的推进 那么市场就对于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呢 给予了比较高的期待 所以看到今天盘面上人工智能方面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那么最后一点也想跟大家看一下 是今天早餐来说呢 家电行业也是出现了一波比较高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么可以看到包括海信呃 秀墙股份奥马电器海信科隆还有美帝集团等呢 都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一方面之前从基本面上跟大家讲过了 说就是整体的一个A股市场上呢 那么所有的家电电器都面临一个涨价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么无论是物流成本也好 还是人工成本也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涨价潮 就促使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 其实是产生了一个能够震荡洗牌的一个良好机会 所以说这个是基本面上来看 那么我们回归到从资金面上来看呢 今天主力资金是大笔流向了这样的一些家电企业 那我们以美帝集团为例呢 仅在今天上午就有1.75亿的主力资金是流入了美帝集团 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家电行业 今天整体也是有一个异动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板块方面一个整体情况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 跟大家分析一下大盘的走势 从技术面上看呢 今天户指是在20日线附近开盘的 那么在五日线附近也是受到一个小小的阻力了 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就在五日线附近收盘了 那全日还是形成了一根大的阳线 前期我们跟大家也提到过 关于整体大盘的一个完美双头的一个说法 那么其实当时我们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完美双头 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不一定的成立 那到目前来看依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可以能够成立的格局 虽然说它跟去年这会儿的一个走势 还是相对比较像的 也是在低了以后进行一个小小的回调 但是就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说近段时间还是会有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过 关于它红柱转绿也好 或者是它整体的一个技术指标也好 有一个技术性调整需求 但是从长远来看 尤其是最近呢 我们知道两会的一些热点话题 也是会带动大盘去行进的 那么再加上业绩期的一个业绩频频出现呢 我们认为其实A股市场的后市并不一定会太差 所以从这个角面来讲呢 大家其实可以在等这个大盘在回调的需求中 去寻求一些热点的投资主题板块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 好的 美联储主席一伦在上周五的公开讲话中表示啊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将在三月的一席会中 评估就业和通胀表现 那么一伦也提到进一步调整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可能是合适的 这是目前为止一伦对三月加息 所做出的最明确的表态了 那么市场对美国三月加息也基本都是持确定的态度 甚至已经在旧期影响开始在估价了 那么薛小姐您对于美国这次的加息问题是如何看待呢 它对A股的影响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个问题呢简单分两个层面 那么关于美国加息这一块呢 其实之前也和大家讨论过了 那这里也就不再进行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去数据的一个讨论了 那我们知道它其实二月份的一系列强劲数据呢 其实都是使得美国方面的一个加息变得越来越确定 所以说其实市场上现在关注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到底是会加几次息 而不是说加三次息了 那么三次息分别在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大家也是普遍有一个预测的 那么三月九月十二月 问题是是否可能会在六月呢 是再加一次息呢 那么这个其实市场上也是普遍在猜测的 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来说呢 对于A股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呢 那这个影响肯定是一定的负面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次美国加息呢对于新兴市场的一个资金而言都是一个资金流入流出出逃到美国市场的一个机会 那么但是从这一次的一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之前也和大家提到过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说会像产生去年十一十二月那样的一个比较消极的状态 因为本身现在国内经济数据并不差 那么最近两会的一个召开又抛出了这么多的一个热点的投资机会 那么市场其实可以说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游资主力资金去炒呢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炒作空间的 那么再加上刚才也说业绩期的公布嘛 那么很多上市企业在16年都是有一个油亏转盈 或者是说直接是一个零利盈利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都是能够给A股市场在短线来说提供一个比较强劲的支撑的 所以说美国加息确实会给新兴市场的资金造成一定的一个负面影响 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A股市场这一次的一个影响呢并不是会太过明显 好的看完了外围市场我们来关注一只个股的表现 最近除了身份控股之外当属于越市网表现作为活跃了 那么越市网从去年十一月经历了资金链的风波之后啊 最近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3月1日一乐市网疑似遭到了第二大股东的抛售 3月2日呢乐市网早盘短暂上升之后啊一路下挫跌了近4.2% 3月3日呢乐市网收盘暴在了31.89元 逼近了30元创下最近的一个新低 那么薛小姐您对这个现象是如何看的呢 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们现在看整体的一个说乐市网它的一个股价 确实是说在3月1号2号3号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为什么说进入到这个月份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11月本身乐市网就是经历了一轮资金潮的危机的 为什么到现在来看这个股价又是就是产生这样大的一个波动呢 那我们本身也知道最近乐市网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负面消息产生的 那么包括乐市体育的一个高层的一个整体辞职也好 或者是传出说贾跃亭的夫人跟他他自己持股的公司跟本身的一个乐市是存在同业竞争也好 又或者是说包括一些他所停止的一些跟乐市的体育方面的合作 那么这样的一些负面消息呢 其实是就使得在最近一个时间段上 包括其实他的说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可能去出现这样一个撤资情况 这样的一些负面消息其实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集中就是爆发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乐市本身这间公司呢 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也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那这两个方面其实前期也和大家涉及过 一个就是关于他整个公司的一个生态链铺的太大了 因为我们知道乐市本身他旗下有汽车业务有电视业务还有手机业务 还有包括他的乐视网还有还有乐视之星等等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大的摊子铺下来呢 就容易使有一个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一个精力 使得到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集中利用 尤其是我们知道乐市在造车这个业务上是花费了很大的一个金钱和精力 那么他所出的第一款新车FF91 其实他所预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反应也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 所以其实看到股价并没有在当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拉升 那么生态方面呢就是造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资金链的角度来说 那么资金链方面我们知道乐市其实一直是处在一个资金链比较紧张的阶段 虽然说孙宏斌前段时间是进行答应进行的一个160多亿的一个融资了 但是这个融资仅仅是在第一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反应 那么之后市场依旧是不满单 那么主要还是认为可能对于未来乐市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上呢 是会存在一个疑问的 那么所以说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 我个人觉得对于乐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还是持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态度的 那么除非如果说真的是能够有所好转的话呢 我们认为乐市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战略方面必须是有所调整 那么就是减肥或者是进行一个瘦身 比如说我对于窃车业务进行一个适当调整也好 或者是说把一些亏损比较大的一些业务去进行一些砍除也好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呢 才能够可能真正使得乐市去摆脱资金链的危机 从而实现一个正常的深夜运营 那么就目前情况来看呢 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中性的态度 好的感谢谢小姐的分析 那么请问谢小姐我们今天所涉及到的板块以及资产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的希望谢小姐的建议能够帮到大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